一九一三年的宁波 雨一直下着 在那个下雨的清晨 我的父亲和三叔 将刚刚出生的我送回了天一阁 一起被送回来的 还有一个日本小女孩 她后来就是我的姐姐范园 我叫范淑涵 三弟 这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尤其这个女孩 二哥都到家门口了 你还是进去一下吧 不了 大哥他会原谅你的 大哥是不会让我进的 而且我也不想连累天一路 老爷 这是习雨呀 把天一池都蓄满了 下雨好 天一生水 就在 我来到范家的这一天 我大波 也就是我后来的父亲 天一阁主范针 惹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范仲琪 苏衣啊 苏衣 苏衣 老爷 你大喜了 你看这孩子 多好玩 看孩子 大喜了 老爷 啊什么事 三老爷来了 啊知道了 孙老爷说他有急事 大姨好 你说怎么着急啊 大哥 终于知道 这是二哥的儿子 这是这孩子二哥他 不许叫他二哥 他已经不是我们范家的人了 早就已经把这五弟逐出家门 早就已经把他给忘了 三叔来了 这 连门都不会敲了 爹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我 我嗯 爹爹教会不请谨记 天一阁范家后人 薰下云烟你行行为有度举之有风 还有呢 还有啊 还有天一阁范家后人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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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记得就好 就怕有人不记得了 三弟来了 嫂子 二弟呢 二嫂他 他难产 去了 可丽的二妹 都怪二弟心意 做那些危险的事情 做那些危险的事情 连累了二妹 哦 那 二弟和孩子呢 二哥的孩子 我 我抱来了 快 快抱给我看看 留下 留下吧 那女孩呢 都留下吧 于是我被留在了天一阁 作为范家的一员 也似乎是常理之中的事 我和仲奇一起 为这个家带来了许多的生气 好气派 好喜庆啊 哈哈哈哈 破灵 幻师多 可是把大和尚给判来了 真是把我急坏了呀 急什么 时辰到和尚自然就到 不早也不晚啊 是是是 不早也不晚 可是咱家的孩子啊 不能到了一周岁 还没起个正名啊 咱家那伯亲 当初就是您给起的 限下这两个 还是得您给起啊 两个 不是三个吗 是是三个 大和尚真是神奇妙算 法也无遮呀 哈哈哈哈 你叫什么名字 月莲 谁给你娶的 是小女子胡乱起的 好名字 是天一阁后代的名字 那可是大师 这两个呢 既然进了范家 那就是缘分 不管远近亲疏 范施主 一向是为人宽厚 大师点拨的很有道理 这两个孩子 我一定会视如己出 可是 伯仲书记 天一生水 老大叫伯青 老二叫中奇 这老三嘛 就叫 舒寒吧 都带水 保佑天一阁 我 永远平安 虽说论日子 老三是大了几天 可是他后进的天一阁 就当弟弟了 大和尚法也 实不相瞒 这老三 舒寒 是为我二弟之子 这按辈分嘛 也正是对了 家门不幸 这二弟 违反了祖训 所以 不管上一辈的事 这是他们兄弟两个后世的姻缘 大和尚 您有话不妨直说 佛祖保佑 愿这三个孩子 一生平安 旧臣师父 苏爷 老爷 林老爷来了 哦 知道了 我马上就来 大和尚 您不妨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来 好 平头怒子 姚大扇 五月不热 夷青秋 预判杨梅 为君社 郑公兄 好雅兴啊 范兄 我来晚了 郑公兄平日公务烦嘛 今儿肯大假光临 已经很给面子了 范兄哪里话 你一下子就得了两个儿子 天大的事情我也得来看看 两位小公子 你们相生相克 两个人本是一条命啊 但愿这次是朗娜看错 阿弥陀佛 当真有此事 那 有多少呢 大概十五万卷吧 这世界真是越来越不堪了 多谢郑公兄的提醒啊 我们这天一阁 历代风风雨雨的 到了我这儿 也只怕是独目难知了 范兄啊 我这次来还有一事相求 郑公兄客气了 可是除了登天一阁 只要是我能够做得到的 范真一定是尽力而为 这哪里话呀范兄 这我知道 除非是天下工人的大辱 外星人是不能登革的 范家的规矩不能破 这我有分寸 那不知林兄所说的是 百宗楼 陆家的书啊 并没有都被日本人拿走 陆家有一个远方堂弟 叫陆新舟 趁乱的时候拿走了两项书 现在日本人和官方 还有他的各个陆新员 都在找这个陆新舟 所以我想啊 范兄啊 能不能让他 现在府上躲一阵子 这个自然 我天一阁从来就没有 把上门来的人 往外赶的说法 对了 这个陆新舟就在外面 新舟 林老爷 这位就是天一阁范真 范老爷 范老爷 范兄啊 都不用说了 就留下吧 这年头啊 能够爱书习书的人 实在已经不多了 但是得有劳陆老弟 改个名字 那一切听范老爷的 我看 这个新字就留着 就叫陆大新吧 那我 谢谢范老爷了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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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产师父怎么还没来 我找过了 下人说 大和尚早早就走了 走了 那他走以前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 他没说什么 奇怪 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没说似的 妈妈 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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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书啊 而且呢 妈妈 这下 妈妈 不愧是书乡门第 我们似乎一出生 就与书有着一种亲近 虽然是在私塾 就这样 我和仲淒一起长大了 一起吃 一起睡 一起调皮闹事 什么都是一起 就连童年的恋爱 也都是一起的 我们一起喜欢上父亲好友林正宫的女儿 林若云 并且打算 一起娶了她 舒寒 舒寒 怎么了 我长大了 我长大了 要娶了她 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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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嫌她讨厌 所以她要娶她 你不怕她嫁过来之后 只能管你 我说她男人 她敢 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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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嫌 当真 她 林若云 这种其说 她长大了 要娶你 娶我 拿什么娶我 拿什么 你要什么 大花椒 苗龙 雕峰那种 大根柴的 我不要花椒 那你要什么 那 雅然的麒麟船 很大的那种 呜呜叫的 你见过吗 我没见过 舒寒 你见过吗 你没见过 我怎么会见过呢 没见过 还说要娶我 我才不嫌你 我大哥也长大了 他和若云的哥哥林绍青 也成为了好朋友 不叫 我一直想问你 这个 听一阁 为什么老用大通所锁的呢 是不是连你们家自己人 都不能随便上吧 对 其实啊 我跟你想法一样 唉 我现在搞不明白 这就是藏猪楼 可是我们的祖先 一直到我父亲 为什么守在这 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书已经放了几百年了 可书 不许人看 这不许人看不跟废纸一样 而且 这 这不能服务于社会 不能为青年人所用 那不跟无用的垃圾是一回事 嗯 我呀 真希望有一天 把这些同所砸开 让全天下的人都来读书 一起救国 来 小心坐 哎哟 哎呦 哎 哎 哎 可是啊 你还得遵循祖训 因为你得回来接你爸爸的班啊 所以 虽然你在上海读了书 可是你还得回到宁波来 回来守着这天一阁 要不然的话 你就变成了天一阁的忤逆 不行 你不是长字吗 你就没上去过 前年开阁的时候 爹和三叔带我上去过 他们说我十八岁了可以上楼了 可上了楼一看 楼上什么样 嗯 你说话呀 明天 又是天一阁开阁的日子 什么是开阁呀 开阁呀 就是定期的打开天一阁 晒晒书 整理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补的 可是 爹和子文的说法 说 是为了让书见见光透透气 他们说书是活的 是有灵性的 大哥 你在干什么呢 我陪绍卿看看天一阁 这儿很美吧 我的姐姐范韵莲 也成了一个彻底的中国姑娘 她偷偷地 爱上了我们家的修书造纸家 方子文 别躲了 别躲了 你怎么这么有耐心啊 老半天呆在那儿都不动 老半天呆在那儿都不动 我是个修书的 又不是打铁的 真好闻 真好闻 你这个屋子啊 全都是这个味道 连你身上也有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姑娘了 以后在外人面前 可别这么乱说话 你跟我一起叠 你跟我一起叠好不好 我可不会叠那个 不会叠我可以教你吗 很好叠的 来 我来叫你 我不会 教你你就会了 来 这边 也是这样对着 来 这边 也是这样对着 玉琳 嗯 我知道老爷太太 还有你们全家 对我都挺好的 可我只是一个修书将 是你们天一范家 请来的一个工匠 不管怎么样 我只是一个外乡人 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是范家的人 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 被送到了范家 那天 天下着雨 玉琳 你可别瞎说 你怎么不是范家的人呢 你全宁摸都知道 你是范家的二小姐啊 可是我那个时候 已经记事了 真的 不过就是模模糊糊的 可是我自己知道 那不是梦 要不然 我也不会记得 我日本的爹 叫我做的纸贺啊 这是我小时候 学的忘不了 可是我记不得 我爹的模样了 我只记得 他的手 也是很轻柔 很灵巧的 可是他的脸 他的脸 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其实我知道爹和娘 对我很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我不会对不起他们的 我是范家的人没错 可是我不是范家的二小姐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跟你是一样的 宋琪啊 宋琪 肯定又是舒桓和宋琪这两个坏小子 宋琪 大星 怎么了 怎么 大星哥 玉莲 怎么样 你看着那两个小坏蛋没有啊 没有啊 这又跑哪儿去了 那我再找找吧 走了 我还要不要 那我还要带呢 我再来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始吧 拍歌 拍照 发 recomendable 拍照 拍照 拍灯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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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每隔一段时间的开阁请书是范嘉天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成年男丁都必须参加可那时我和仲奇都不能理解大人们究竟在干些什么 开阁请说 主涵我们家为什么老山叔而且弄得这么麻烦 爹说这是祖山传来的规矩 怎么就咱家这么多规矩 是啊 我们家山叔不是也挺好吗 自在 哎 主涵 爹会发现少了一本书找咱俩算账啊 不有一本的旧书 有什么 还有这件书每天总是捆着绑着关在楼上 要是活着他们不憋死 每年只有几个好日子拿出来晒 哎 主涵 这书死的还是活的呀 说完 我们盖自己藏书楼好不好啊 好啊 我们自己藏书楼不由地管由我们俩管自己定规矩想什么时候晒就什么时候晒谁要想看我们俩说行就可以看 还有啊 娘也可以看自己家的书 娘都可以看算什么呀 对 月连姐也可以看 这楼就叫天二格吧 为什么 比天一格多一大行 不好听 为什么 不文雅 那叫什么名字 用我们的名字吧 我们的名字 一字 书 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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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 汽 那就叫汉汽楼吧 我们说定了 十八岁以前就得干一个汉汽楼好不好 好 大欣啊 林的兄妹是不是这儿离开 对 就是今天 大少爷已经去送了 带个话过去 就说我脱不开身 老爷 大少爷他已经知道 起疯了 老爷 您看这天会不会变呢 不会 福涵 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呀 我还没想好啊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想干太多了 这儿活好几辈子 活好几辈子 活呀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换着活吧 走啊 你活更好就活我的 我活你的 咱俩换着活 不就能活好几辈子了吗 可只有两辈子呀 两辈子也比一辈子好啊 树海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好啊 我说真的 我知道 那俩不好的若云 输掉了 大少爷 行李都准备好了 没问题你放心吧 要注意安全 现在心情还真挺复杂的 要走了 有一点舍不着大家 这次出国几时回国呀 这个我也受不好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千疮百苦 我是希望出去以后 能学习一些 他们那边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文化 先进的技术 这样希望之后能回来报效祖国啊 好好 太好了太好了 多跟人家学点新鲜的东西 你尝试写信 让我也好知道这些事啊 好的一定会的 李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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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若云走走 本书涵番仲熹 你们也送我来了 李若云你真的要去刘洋 当然是真的 那你回来就变成一个羊女人了 羊女人有什么不好 可是 可是我们还要娶你呢 我知道我会回来的 真的 我回来了 你们还等我吗 我们等着你 我要走了 等等 把这个给你 书涵你给我们作证 我发誓我犯重疾 一定要去林若云做我的老婆 好 阿欣呢 哎 我看这天是有点不对劲了 吩咐下去 提早把书收了吧 老爷 不好了 什么事啊 书 书找了一册 什么 我 我刚才已经找了好几遍了 都没有找着 是哪一本 红五四年进行登科录 明红五课本 一册 就把所有人召集起来 所有人 快 快点 书涵 书涵 忠祺 你们俩今天动书了没有 爹发脾气了 动了 跪下 我有三个儿子 今天就算打死你们两个 我还有一个 可是这卷孤本要是没了 全中国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卷了 书 老心 快救书啊 快快 快 快 快快 收书 快 这天一哥 难道要毁着我反正受伤不成 慢点 千万别自烂了 大家天分小心啊 来游牧快快游牧来 快快快盖上盖上来 慢点慢点慢点 小心收 请不含 人带上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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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快呀 喝過三斤給他進去 我啊 咱們找出去 我的猪的 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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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你不要拥有的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 你不会拥有的 告急 你快回来 告急 你快回来 你不会拥有的 告急 你快回来 告急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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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重极没有死 它活在了我的身上 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 可一切有多改变了 我的家不再是以前平和的家 它开始面临 一桩又一桩的灾难 我也不再是 以前的我了 老爷 什么事 是三少爷 他又怎么了 三少爷在天一阁前 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呀 他在天一阁前收东西 什么 他来去 放手 天一阁几百年一来 我还没见过火 你想造反了你 跪上 是 事就没见过火 fun 二十 门 午安 哈 你快点向你爹求个饶啊 你快点向你爹求个饶啊 爹 爹 别打了 爹 别打了 爹 满开 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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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爹 别打了 别打了 爹 老玉 你不能往死里打药 别打了 爹 爹 快 快把三少爷扶下去 站住 谁敢 药台跟我在这儿跪三点三叶 大少爷 初涵 喝点水 初涵 喝口热水吧 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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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初涵 初涵 娘 娘 初涵 初涵醒醒 快 初涵 初涵 年 我要帮重启活着 我和冬妻说好了 你说什么呢 孩子 我要帮他活着 舒涵他醒了 他说 他说仲奇会和他一起活着 这是孩子的风化 可是我相信 我愿意相信 苏颖 你别这样 你放心吧 我没事 优优狘独落 毒 钓子 5分钟 蛮凉了 酱的头 天啊 减少 哎呦 允怡 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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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玩儿啊 挺结实的嘛 哎呀 亮纸的 哪有角 spot啊 哎小心点 把纸都坏了 放下吧 这太危险了 放下来 明依 你看这个 明依 你还真是个小林大鱼啊 就喜欢闻个香皂的花上 我给你看 你闻 很香了 什么味儿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味儿呢 明依 你别弄那个了 你闻闻你闻闻 真的有好香好香的指味 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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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见了吗 我闻不出来啊 对啊 你这个粗人 能闻得出什么香指的味儿 我够你了 真的 你们家真的有好多说指的 可是我听说 天忆哥不让女子登楼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要在我家 我爹看到这么多书啊 指着他 包困他晕过去 为什么 我爹看一眼 只要看一眼说 他就想睡觉 真的 明依 你爹真的是黑帮的 黑帮怎么了 你那修书先生怎么还不现身呢 我今天倒要看看 他是何方神圣 他是不是女里女去的 还会兰花指啊 瞎说 不不不不 我大哥 你你你大哥 瞎咬我什么呀 大哥 我大哥范国亲 大哥他是我的同学 姜茗姨 你怎么知道的 你好 你好 对了哥 你要说 爹最近老是做噩梦 好像老是梦到 有什么人要偷上那书似的 韵脸 是不是你们家后窗啊 不对啊 范家的后窗一向是关着的呀 等等 哼 你走了 爹 爹 老太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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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